上一次我在奇亚制跑ACE车型试驾会上就说过 回到上海我会拿一台2.0自然吸气的版本车型来好好体验一下 不过回到上海我发现试驾车只有1.5T的 没有2.0自然吸气的车型 我想了一下上次试驾会时间和场地都非常的有限 而且现在1.5T和2.0全系的价格也都出来了 所以我决定拿这台1.5T在上海好好体验一下之后 结合它的价格跟配置一起来好好聊一下这款车型 我觉得相比较试驾会而言在上海拿一台试驾车我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它 因为毕竟试驾会是长时间编对行驶 而在上海我熟悉的道路我可以试驾的更加自由 所以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款车型 现在一天左右的时间开起来 我对于这台车的动力系统有了新的认识 之前我觉得这台车的1.5T的动力表现是比较不错的 低印象很好 但是开了一天左右之后 我觉得这台车的动力表现在1.5T的紧透型SUV中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 它甚至可以和一些1.8T或者是2.0T的紧凑型SUV相比动力了 首先在城市里如果是慢速行驶 红绿灯起步或者是长时间塞车的状况 是缓慢爬行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台车起步很轻快 动力够强是一回事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油门调校是相对比较灵敏的 但还不是那种很贼的感觉 是相比较很多欧系车型它会更加灵敏一些 所以说这台车起步或者是跟车时 你会觉得很轻快很通融 而如果是上了高架路时 你如果身踩油门 它动力来的也是非常快的 高架上超过车都是非常轻松的 而这台1.5T发动机搭配的是一款7速双离合变速箱 这款变速箱当时在试驾汇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存在感并不是很强 而我在城市开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感觉依旧是存在感不是很强 甚至是在一些长时间拥堵的路段 低速爬行的时候 它的一档二档之间切换 或者是二档三档之间切换也是比较顺畅的 并没有很明显的不顺的情况 而如果你想要身踩油门 它降档速度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尤其是当你和这台车互相彼此比较熟悉之后 你身踩油门 它想降几档 你到心里都是有数的 一档二档三档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这时动力衔接也是比较顺畅的 像我有的时候经常是在六档的状态下 身踩一脚油门 它会马上降到三档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变速箱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而在挡码后面这里还有驾驶模式选项的旋钮 这台车一共有四种驾驶模式选项 但是它是一台两驱版本车型 所以说没有野外模式 而这四种模式分别是运动 舒适 经济和smart 这四种模式 其实我觉得smart模式是我最喜欢使用的 因为另外三种模式其实也不用多解释了 三个完全不同的性格 只有这smart模式可以把另外三种不同的性格结合在一起 它可以根据你的油门深度来自动切换各个模式 如果你油门踩深一点 它会马上变到smart模式 如果你油门轻换一点 它会自动调到舒适或者是经济模式 所以我觉得smart模式是最好用的 说完动力系统的感受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台车的驾驶感受 说实话 我觉得这台车整体底盘调的还是比较舒适的 因为它的绿震性是比较好的 虽然说比较舒适 但是它并没有牺牲掉很多运动性或者说是操控性 整台车开起来 它是比较灵活也比较顺手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是在舒适性跟运动性或者说是操控性之间 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这样设定最大的好处就是整台车上手比较容易 你的车开起来比较轻松 而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这台车的辅助驾驶功能 给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我很喜欢它的车道保持功能 因为它是可以单独独立使用的 你不需要开启ACC自身巡航 这一点在城市里是非常适用的 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城市的高架路段上请示 它的车速变化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自己控制油门会更加好的 掌握好你前车的距离 或者说是这个舒适性也可以保持的更好一些 但我手又想轻松一点怎么办呢 我就单独开启这个车道保持功能 开启之后它的整体识别度和调整的灵密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它经常是一点点微调方向盘 让这台车时刻保持在两条白线的中间 这个不像有些车型啊 经常大幅度修正方向盘很难受 这台车它的修正方向盘是很柔和的 所以说整体使用下来的话 你会觉得很平顺 而另外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 那就是它的盲区提示 无论你是左转并线又或者是右转并线时 只要打开转向灯 它的盲区就会投射在仪表台上 这时务可以很清楚的看待盲区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安全性会有很大的提升 好我们现在停下车来说一下 这台车体验下来内饰方面给我的感受 首先就是它的内饰设计 够年轻很有活力 尤其是配色和细节的设计 这个挡把的设计我非常喜欢 使用起来很顺手 有点像飞机的推进器 而储物空间嘛 前面这里也是很丰富的 像手机随便哪里都可以找到地方放 钱包也一样 而前面手机无线充电的装置放在这里 下面还有散热口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实用的 多媒体系统 它是与百度合作的 本土化设计是很好的 而全夜景仪表台的显示的分辨率 也没什么问题 设计的界面也很棒 但是体验下来之后 还是这个方向盘不能前后调节 让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太习惯 我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 手舒服了之后 腿就觉得有一点点窝 所以说这个方向盘 如果能改成四项调节的 那会更好 而第二排空间表现 在紧凑型SE中 没什么可说的很不错 而行李箱空间也差不多 但是行李箱空间 我最喜欢的就是 盖板下面这部分隐藏空间 这里我觉得很实用 好我们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这台制跑ACE车型 它的整体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这个价位的合资品牌紧凑型ISV中 主要竞争对手可能是日产肖克和别克的昂克拉GX 相比较这两款车型 它的优势是动力更强劲 空间更大 配置更丰富 而目前的制跑ACE车型上市以后 一共有五款 2.0自然吸气的三款 139,800到149,800之间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对于动力需求并不是很高 那你可以考虑2.0自然吸气的车型 而2.0自然吸气的车型 我比较推荐的是顶配和次顶配 但是如果你购车预算相对充足一点 我更加推荐1.5T的车型 因为它的动力表现相比较2.0自然吸气的车型 真的是上了一个大台阶 这个动力表现甚至可以和很多 1.8自2.0的进口型IC相比较了 而1.5T的车型该怎么选择吗 一共有两款 152,800和157,800 其实我觉得不差这五千块 一定要选择这个顶配 因为毕竟它的配置会更加丰富一些 而说到配置 其实制跑ACE车型 全系标配的主被动安全配置 还是相当丰富的 而LED头灯组是全系标配 并且有自动头灯的功能 这个LED头灯晚上点亮之后 识别度很高 两侧日间行车灯向上弯起 有一点像牛角的感觉 而下面四颗LED灯组亮起之后 整体车头看着就像一个牛头 非常漂亮 好了 总之我体验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台制跑ACE车型 它的整体竞争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你想要买一个 具有性价比的合资品牌 紧凑型SUV 这台制跑ACE车型 完全可以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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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